Art Map 大地走商 生活藝術地堂 來到莫斯科大家會聯想起什麼呢? 魚子醬 Vodka BB頭朱古力 各式各樣的俄羅斯套話 或是宏偉的拜占亭建築 以及莫斯科紅牆地標洋蔥頭大教堂 莫斯科這座城市歷史非常悠久 可以追溯至1147年的大公時代開始 無論是沙皇時代、蘇聯以及今日的俄羅斯 莫斯科一直擔當國家重要的角色 藝術方面,蘇聯來俄羅斯造就了很多響譽盛名的藝術大師 今天我帶大家去拜訪三個非常重要的美術館 去見證三個重要的藝術時代 今次要介紹的這三間美術館都是位於莫斯科河的南邊 每個館之間的距離說遠不遠、說近不近 要一天看完是有點難度的 不想走馬漢花的就最好分幾天去看 莫斯科的地下鐵路網絡非常完善 地鐵完善足以覆蓋大部分的主要景點 天氣這麼冷如果不想在地面等巴士等電車的話 搭地鐵就是首選 買一張儲值卡,每一程無能力去到多遠 只不過是三十八元勞布 違反港幣也是五元,非常划算 而且莫斯科地鐵站出名宏偉 每個站都很有特色,可以說是景點之一 乘車之餘,大家可以順道拍些漂亮的照片 乘遊吧 今天天氣很漂亮 超級漂亮,不是太冷 現在在我身後是一座非常重要的美術館 它叫做Tratikov Gallery 裡面藏有非常多俄羅斯美術品 雖然名字叫Gallery 但其實Tratikov Gallery 是目前世界上收藏俄羅斯作品最多的藝術博物館 總藏品量高達18萬件 涵蓋十一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作品 博物館於1856年創辦 當時先得二十四歲的俄羅斯商人Tratikov 納致要搜尋俄羅斯的名畫 很多時候的油畫都未展出 Tratikov已搶先一步要買起的心頭號 可見這位收藏家對於藝術有多熱愛 直到1892年 Tratikov決定把所有收藏品都捐給國家 這才成為國家的博物館 買了票後,首先要到地爐做個call check 如果你想租Audio Guide 都可以租一張票價錢500元奧布 Audio Guide價錢都是500元奧布 上到二樓,首先要欣賞的是18世紀的人像畫 當時俄羅斯皇帝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特別推崇油畫藝術 大力鼓勵俄羅斯藝術家到歐洲各大美術學院取經 在彼得大帝之前,多數俄羅斯藝術都以宗教作為主題 但到18世紀,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以黃色肖像為題的油畫出現 在Tratikov Gallery,我們可以透過這些二三百年前的油畫 去歸擔當時俄羅斯的面貌,風土人情,以及日常生活 當中不少的當然是一些名人的肖像 就像面前這幅俄羅斯大文豪Alexander Pushkin 的人像畫一樣 就非常珍貴了 又譬如這幅名為《不相請的婚禮》的作品 站在愁眉苦念的新娘身後的這個就是畫家本人 見證著當時貴族生活的腐敗和醜陋 這裡很多油畫的尺寸都非常大,令你有身處其中的感覺 就像這幅作品,更為君臨營的早神 當中描述的是1698年 彼得大帝在鎮壓兵變後,親自監督處決謀反近衛軍的早神 你可以看到彼得大帝在馬筆上嚴肅的表情之外 死囚家屬的悲痛表情也許許如生 另外,如果你喜歡Frooktel和童話 就不能錯過Victor Vesnesov的作品 這位才華揚映的畫家 同時是一位裝飾家、策畫家以及建築師 Tratikov Gallery 的正門設計 就是出自這位畫家的手筆 如果你有時間,可以去參觀這位藝術家的古老大集 距離Gallery 大約20分鐘車程左右 在那裏你可以欣賞到其他名畫 例如《沉述的公主》、《飛煎》等等 除此以故事為題的作品之外 博物館裏面還有很多風景畫 就像面前這幅Black Sea 就是出自19世紀末游畫大師Ivan Ivozovsky 的手筆 他擅長畫海景 對於海上的光影變化描繪得非常細緻 而站在畫前還有身處在豪航大海的感覺 看完二樓你以為展覽已經結束 但其實落到一樓還有很多大師級的作品等著你去朝拜 當中有大量的中世紀拜尖停壁畫 和宗教的木板畫 以及一些二十世紀初的遊畫作品 全部都是國家級的珍藏 不過要留意了 Tratikov Gallery 每逢星期一休息 星期四、五、六就延長開放時間至晚上九時 而且很多時候會閉館做維修 不想網門釘的你要注意 不行很累 找間餐廳坐下 走到距遠當然要找一個地方坐下 喝杯飲料頭一頭 在Gallery旁邊的餐廳 環境就相當不錯了 我就叫了俄羅斯出名的羅宋湯Vorsche 俄羅斯人會加一瓶sour cream 進去韓菜頭湯裡 令到味道更加濃郁 賣單都是港幣35元 價錢都算合理 看完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名畫 下一站我們要去New Tratikov Gallery 看一些新派少少的俄羅斯藝術品 看一看 那麼塞車都是走路好過搭車 還有河景看 如果天氣好的話 不妨走路去下一個博物館 途中還可以欣賞下河半美景 不過不要說我沒有提醒你 兩個博物館之間的距離有25分鐘長 期間還要走很多地下隧道 如果天氣不好的話 還是搭的士就算了 由於Tratikov Gallery的展品實在太多了 因此在1965年的時候 展館就決定將身後這個地方 建立一個新的Museum 叫做New Tratikov Gallery 去1983年這一座建築 才正式成立 時至今裡面 藏有很多非常珍貴的 二十世紀俄羅斯藝術 當中包括的 當然是有世界著名的 Art Movement Vanguard 新Tratikov Gallery 是全俄羅斯最大的Museum 總共有65萬尺 這麼大 進去之前 例行做個保安檢查 跟舊的Tratikov Gallery一樣 入場費都是500元勞報 不過每逢星期三就免費入場 大家可以安排行程 看看能不能走 新Tratikov Gallery裡面 全部都是一些相當重要的 二十世紀俄羅斯作品 多到都不知道從哪裡說起好 不如讓我略略介紹幾個重要的藝術派別吧 來到二十世紀初 對於新派藝術 大家講求的影像 不是畫畫得漂亮不漂亮 又或者畫功好不好 大家開始問 究竟什麼才算是Art 在這個時期 Casimir Malevich 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 他帶領俄羅斯 甚至全世界打開 Avantgarde 前衛藝術的大門 有多前衛? 一幅黑色的正方形畫 有多難畫? Malevich 就用了足足兩年的時間去畫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在Black Square的後面 其實還有兩層Layer的作品被覆蓋了 標誌著由Figurative Painting 巨像畫 去到Abstract Painting 抽象畫的重要轉類點 Malevich 將藝術推到最圓點 即是他所說的ZERO 將油畫推到從來 然後再由零開始 截止之後 Malevich 創辦了Suprematism 至上主義 打破藝術是用來描繪物件的定律 至上主義 用抽象的圖案去描繪純藝術和純情感 成為20世紀最早期的純藝術觀念 20世紀初的俄羅斯 除了在政治上爆發大革命 為社會帶來巨變之外 在藝術上也百花齊放 除了 Malevich的Suprematism之外 還有Kandinsky色彩鮮面的抽象派 女藝術家 Pobova Alexandra Exeter 以及由Tedlin帶領 主張放棄傳統雕塑材料的結構主義 Constructivism也相繼出現 俄羅斯和Fangorre對於現代建築 乃至平面設計 工業設計 戲劇 事實上也帶來深遠影響 另外值得注意的還有 Petro Valkin的Bath the Red Horse 前衛派藝術團體 Jack of Diamond各個成員的畫作 Philip Malevyn 蘇聯時代的Natalia Nestorova Tatyana Jablonska 還有不少的當然是俄羅斯出生 後來在巴黎藏出名堂的著名猶太畫家 Mark Chagall 在New Chattakoff Gallery 四樓這一層 都可以一一地找到 要走完整個展覽 真的要走整天 這裡除了有Permanent的展品之外 還有一些不定的展覽 在下面那一層展出 說了那麼久 又是去美術館Gift Shop買精品的時候 雖然店鋪不大 但你們看看 整天都逼爆人 有絲巾 有手袋 又有銀包 這對Bath the Red Horse的蜜 多顏色 還有角色精美的徽章 還有家具精品 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對俄羅斯美術著迷的話 下次記得帶他們回家 開始吧 最後一間Museum 和New Chattakoff Gallery 相當之近 走路的話 15分鐘就到 這間Garage Museum 位於New Chattakoff Gallery 對面的公園 Gorky Park裡面 不過要過馬路 就要走地下隧道 裡面還有很多賣油畫的攤檔 Gorky Park是莫斯科首位一致的中央公園 佔地有300英帽 是平日市民消遣散步的好地方 見於莫斯科河盤的旁邊 這裡的景色相當疑人 夏天的時候還會開滿花 很適合夜餐和寫生 而冬天的時候 俄羅斯人還會在傑祖冰的池塘上流冰 相當思義 在這麼美的公園裡 要找苗思寅實在挺容易分心的 一路上要記住留意這些廣告Panel 以及寫有Garage Museum的黃色Banner 如果你喜歡當代藝術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我身後這個Garage Museum 雖然裡面沒有一些Permanent Exhibition 但是他會不定期做一些不同的策展 邀請世界各地不同的藝術家來這裡展出 包括蒙羅斯本地的一些年輕藝術家 現在裡面正在做一個關於環保意識的展覽 不如我們進去看看吧 Garage Museum在2015年才開幕 之所以叫做Garage Museum是因為美術館的前身 真是一個公共汽車的車庫 這裡佔地5400平方米 總共有三層開放式的空間可以做一些多元化的展出 這裡的展品跟Tretikov Gallery不同 不是稱一式俄羅斯藝術 而是不定期邀請世界各國的當代藝術家 和本地藝術家做展覽 就像今次這個有關環境保護和地球未來80年的展覽 就有50位藝術家參與 還將部分展覽放在一個像太空倉的環境裡 這個展覽提醒我們人類和整個生態系統密不可分 因此我們每天的生活方式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未來 展覽除了有畫作、雕塑、裝置藝術之外 還有多媒體藝術和互動藝術 非常有趣的 Garage Museum的開放時間相對長 每天早上的11點到晚上10時開放 這裡的Cafe都相當好吃 如果想吃完飯去公園撒下步 兼看展覽的話 Garage Museum就真是首選 日常費都是500元勞報 不過每逢星期五晚上的5至8時便免費開放 大家不妨夾一個行程票來這裡 欣賞一下當代俄羅斯藝術吧 看完我介紹這三位美術館之後 你會不會對俄羅斯的藝術改觀呢? 莫斯科的旅遊時間最佳的時候 大概就是4、5月至90月這段時間 日照時間非常長 差不多到晚上的8、9點 太陽還未下山 而且氣溫相當之宜人 非常適合去旅行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 Art Map的資訊 又或者你想知道更多關於 藝術和旅遊的資訊 就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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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